很多小伙伴不知道怎么去开一个小王叔店铺 这边的话直接给大家演示一下 而且我们开通店铺的话 它是不需要缴纳保证金的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缴纳保证金的话 你前期可以不需要这样去操作 因为小王叔的话 他对这个保证金限制没有那么大 前期不需要缴纳的 前期如果你要开通运费宝 开通支付方式以及微信支付方式 然后以及那个提现功能 他才需要缴纳一个保证金 那我们前期注册店铺的话 可以直接去操作 这个就不需要先去缴纳他的一个保证金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小王叔的一个页面 那我怎么去注册店铺呢 左上角这里有三条杠点进去 然后创作中心 创作中心点进去之后 下面有一个更多服务 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开通店铺 大家点进去就完事了 点进去这里就可以去开通店铺 然后还有另一个路口 就是从我们这个账号这边 我们看一下账号与安全 然后下滑有个升级专业号 升级专业号呢 我们这个里面需要去就是点第一个码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身份证信息去立即申请 去把我们的身份信息上传 然后把这个专业号升级申请下来之后 然后就可以开 然后再去点那个立即录注店铺 这个是比较全面的 全面点的一个方法 为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你直接去点那个立即开店 它容易违规也容易那个提示一些 违反社区规定啊等等一些情况 像如果是在这里也先认真升级这个专业号之后 再去开店铺的话是比较齐全的 基本上是不会出错的 然后我们录注店铺的时候 选择的话是选择那个普通商品啊 那个一定要注意了 普通商品 然后把身份证对应上传 这些一下子就可以开起来了 像个人店的话是秒开的 如果是个体店的话 是需要等三个工作日的 这点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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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